朝鲜核试验,中国的大灾难 加勒比海培雷火山爆发,伤亡三万多人 哥伦比亚鲁伊斯火山爆发,伤亡五万多人 这是二十世纪有记录的火山爆发带来的惨重伤 但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长白山 而在我们正面临以千年为周期的长白山火山猛烈爆发的危险 而让火山提前爆发的朝鲜核试验,正是灾难的根源 金正日在2006年进行核试验前,曾经秘密指示 不要让长白山受到震动 核试验可能影响到长白山地下的岩浆库 有引起火山爆发的风险 金正日对此很清楚 朝鲜核试验后,中国境内发生地震的频率增加 长白山周边氦气浓度达到平均值的十倍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长白山地下岩浆库开始活动 可能发生火山爆发 现在火山天池那边一直有地震吗? 对,一直都有 这样的地震呢,美丽 俄罗斯的卫星也曾发现 长白山顶由气体和烟喷出来 最近李克强总理提到过 由于朝鲜核试验导致了鸭绿江水质受到污染 长白山火山如果爆发的话 其规模将达到2010年3月横扫欧洲大陆的冰岛火山爆发的1000倍 不仅周边东北三省一亿居民会受灾 也会影响到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五亿居民 是可以让整个中国大陆变成废墟的大灾难 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紫禁城和上海的摩天大楼党 有可能会由于火山灰和火灾变成一片废墟 直接从地球上抹去 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达到20亿吨规模的满天洪水 设施400度到800度的火山灰 以150公里的时速移动 首个沿途的生命并破坏生态体系 然后是火灾、超低温现象等二次、三次灾难 2008年四川省大地震 当时地震规模仅为李氏5.7级 就导致了7万多人伤亡 而触发李氏5.1到6.3级地震的朝鲜核试验 可以说是一颗定时炸弹 也是导致长百山火山爆发的导火速 考虑到朝鲜严重落后于中国的核设施和技术水平 万一发生意外 可能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生态环境也会受到致命的破坏 重演切尔诺贝利和事故的惨剧 总之战争狂人和脑残儿童金正恩的核试验 会让中国跌入死亡之地幽灵之城的深渊 13亿中国人的命运和未来 就在于能不能遏制朝鲜发展和技术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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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